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啊? 姐,你怎么来了? 我家的工作忙完了,我想在城里找个工作 行,行,姐走了 姐,走 唐宝不在家吗? 唐宝在我这儿休息呢 好心思,想在城里找个工作 姐,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都行,只要给钱就行 那要不你帮我留意一下吧 不过呢,这几天我要住在你们家 等我找到工作了,我就搬走 好,姐,没问题的 工作呢,我就帮你卓业 没找到工作之前,你就在这儿先住一下 行 姐,你怎么来了? 唐宝,我家里的活不是干完了吗? 我寻思的来城里找点活干,挣点钱 你找工作就找工作,你来我们家干什么? 媳妇啊,咱姐不是现在没找到工作吗? 也没地方住,就徐宝来在家住几天 等咱姐找到工作了,咱姐就搬走了 毕竟咱姐对待能够好 不用让姐住下来 那行吧,找到工作赶紧搬走啊 那行吧,找到工作赶紧搬走啊 找到工作赶紧搬走啊 姐啊,喝汤汤饱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几天了,还没找到工作啊 你怎么在这儿几天了,还没找到工作啊 嗯,还没呢,还没一个合适的 嗯,还没呢,还没一个合适的 饭做了没 嗯,还没有呢,那我现在就去做 吃吧 嗯,还没有呢,那我现在就去做 吃吧 吃吧 饭饭不做 工作工作也不找 天天在我们家白吃白喝呢 看到了回来,我怎么收拾他 媳妇,我回来了 回来了 嗯,我跟你讲啊 你赶快把你的废物姐姐给我撵走 在咱们家白吃白喝呢 你说我要你能干嘛,啊 你看你姐 再看看你 两个人一个叼样子 哎,老婆 别生气了 我就给你做饭吃的好不好 啊 别生气了 你姐不是在做饭吗 去帮帮忙去吧 去,好,别生气了 我回来了 姐,怎么给你打电话也打不通啊 乐乐 嗯,那一天我去找工作的时候嘛 手机丢了 所以呢 你看我在你家里住这么长时间了 我也没好意思告诉你 这样又麻烦你 姐,你说的这么什么话 姐,这是我刚发的工资 你拿去吧 乐乐 嗯? 你发工作,你不给我 你给你姐 你把钱给我 你再给我一句 给你脸了是吧 唐宝,乐乐 你们俩都别吵了 姐也不打算要你们的钱 姐,你不用管 你把钱给我拿回来 这会给姐买手机的钱 快点 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 啊,你给你姐 全部给你姐 这个家姐要不要 媳妇 你要将信比信啊 当初你哥来的时候 你哥要什么你给买什么 在这白吃白喝不说 什么也不干 你说咱姐来了之后 在家伺候你伺候我 我就给咱姐买个手机 过分吗 自从咱姐来到咱家 你就横眉树眼了 你以为我不在家 我就不知道吗 我一次不说你 两次不说你 是给你留了面子 你看看你 天天把咱姐 当成佣人一样使唤 你告诉我 清洁和金钱 哪个更重要 乐乐,我错了 我以为 我会好好对咱姐的 姐 这段时间 委屈你了 没事 以后我肯定会好好对你的 姐 这个手机 我给你买 走 咱们去吃大餐 走姐 走 已经太美了